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辛苦了 近四年来 行政院交通部 对于花莲台东的交通建设的改善 从增购泰鲁格号的车厢 花东铁路电气化 还有部分的双轨化 台11线 台9线的部分的透宽 书花改的动工 对花莲台东的民众来讲 都非常的感激 但是台湾东西部的交通的差距 仍然非常非常的大 仍然需要行政院交通部的加强的重视 北辉铁路 对花东民众来讲 仍然是一票难求 书花改 未完工之前 还是一票难求 这是必然的 一百零三年底 新泰鲁格号 前述营运之前 仍然是一票难求 观光游客增多 即使未来 泰鲁格号全部营运 对花东民众来讲 仍然会是一票难求 因为花东地区民众交通的潜意 跟西部的地区 来比较的话 正是更为不如 西部有高铁 有台铁 有两条高速公路 而且中山高 正在一直往桃园方向 在增加 中山高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高价的 另外就是有很多条的快速公路 而西部的交通 高铁 找鸟方案是打七折 自由座 有座位 自由座 九七折 国道客运 平日都是优惠价 北维铁路 是台铁的黄金路线 是最赚钱的 刚才提到 花莲站营收第二名 第一名的台北站 事实上也是 主要还是靠北维铁路 来有这样的一个营收 而事实上现在 台铁的几光号 及复兴号 八十公里以上的站票 已经实施了八折的优惠 志强号的站票 本习花东的民众认为 应该要打折 台铁对北部 花莲花东地区的民众的差别 带如这个上面的表 台北到桃园 书书卡 书书卡38块 志强号的话 就是等于五八折 几光号是七五折 复兴号七千车是九折 种种这样的一个差距 本习 也就是花东的民众 强烈的要求 搭乘 北回铁路 志强号 对于涉及 花东地区的民众而言 希望 有座位的部分 应给优惠的票价 无座位 也就是站票 应给八折的票价 针对花东地区民众的 合理的诉求 请问院长 是不是可以采纳 这个恐怕要请毛部长 代表说明一下 是我想 跟委员报告了 我想这个 花东的这个铁路 目前最大的问题 当然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车厢不够 这个这一部分呢 大概今年的下半年 应该是九月份以后 新车进来 我们会优先调度到这边来 那么应该 那个时候可以有所改善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 目前他们的司机员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司机员最主要的原因 那个是要去解决的部分 对对对 我就先报告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问题 而且它都在解决中 那么 就是说 因为这种五五专案 是最后一波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司机员 他说 搭这一波五五专案 要优退 所以是他的 这个这方面 有的人都调不过来 所以像这些 我们都是需要克服的问题 那这些呢 我们大概也都 预期啊 要到下半年 那么整个状况 大概才会 才会有所改善 所以像这一部分呢 我想到那个时候 大概慢慢 我们希望恢复到常态之后啊 就是说 大家购票等等啊 现在呢 我们是要求做到 就是说 在平常时间啊 这个 尽量不要发生 一票难求的情绪 到周末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加班的方式 我们都非常了解 短期之内 是不太可能解决了 这个账票 无论是早上的 我们的台中的委员 还有刚才我们的 这个王委员 都都特别强调 都是站着 我们现在谈的是站票 自强号的站票 我当然就是说 所谓自强号 当然可能要分成两部分啊 一个就是所谓 太鲁阁的自强号 跟我们这种 十五节车厢的这一种 十二节车厢的这一种 太鲁阁现在没有站票嘛 现在不能站嘛 我们谈的是一般的自强号站票 自强号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来研究了 好不好 就是太鲁阁基本上 我们不主张 这个请这个 交通部这边尽快来研究 刚刚举了很多的例子 是应该 应该往这方向去努力 要区隔一下 其次 要恳请院长 特别重视 有关 刚才 这个王委员特别提到 花东快速公路的新建案 花东的名义 从县议员 县议长 乡政长 不分难力 不分族群 我们看这个后面 这个很多的报道 都是我们花联 台东不分难力 不分族群 一致的恳求 行政院 能够尽速 来兴建 花东的快速公路 事实上 刚才也特别提到 我们从这个表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从 79年 79年 行政院就核定了 改善交通 前盘的计划 将 花东台东段 列为 环岛高速公路 网的发展计划 81年 进行 这个 踏刊 调查 83年 办理 可行性的研究 86年 完成 可行性的 研究报告 87年 行政院核定 扩大国内 需求的方案 项目之一 90年 完成 工程的规划 91年 3月 环境影响评估 经过环保署 审议通过 这样的一个规划 这样的一个 可行性的一个研究 这样的一个 审 环保 环保的 评估的审议 而 新建 花东快速公路的 一个必要性 第一个 可以翻转 花东 落实的地位 因为 唯有交通 唯有便捷的交通 才可以翻转 尤其是一个偏远的 一个地区 第二 医疗资源 在花东来讲 集中在北花梁 因此 花东快速公路 也是就医疗而言 是一个救命的道路 第三个 在产业方面 可以收短 如果收短 行车时间 可以降低 农特产品的 这些运输的成本 观光方面 可以多选择 你要漫游 还是要一日游 让观光客 多元的选择 新建 花东快速公路 也可以 因应教育 行政公路 诉讼这方面的需求 为什么说诉讼呢 因为 整个司法的 高等法院 高分院 就在花莲 台东的 民众 他要到 高等法院 全部都要从 派花东这样的一个漫长 非常遥远 173公里 这样的一个路程 所以要跟院长 还有部长 特别提到 不能以西部 北部的车流的标准 来去看待 来去衡量 花东交通的需求 苏花高 或者是苏花改 都不是马总统的政见 在97年参选的时候 都不是 但是为了回应 花莲特别 迫切的需求 马总统 也就是 行政院 在对苏花改 就将动工 新建 97年 马总统第一次参选 总统的政见 提出 花东地区 幸福工程 其中之一就是 规划 花东高速公路 以配合观光发展 这是马总统 在第一次 97年的时候 参选的政见 希望陈院长 希望交通部 能够尽速的决定 来筹编议算 来办理 来回应 花东民众的名义 也来兑现 马总统的政见 请问院长 部长可不可以采纳 非常谢谢郑委员 刚刚从郑委员 整个体的分析 可以看得出来 郑委员对于一些 基本资讯的收集 已经非常完整 也不谈从各种产业面 观光面 甚至从行政公务 还有诉讼面 都考虑调量到 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条 快速道路的一个必要性 那我完全听得懂 但这里面就是说 一个快速道路的新建 当然很多层面的问题 由于在我们最近这几年来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这部分 这个因素我们也不能够忽略 我想我们这个 我了解 曾经在过去 你刚刚提到 79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后来到90年的时候 我了解 经济会曾经讨论过 但那个时候都 有前面加一些前提 等什么什么完成以后 再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事情都要现在 我们总是应该 要有一个看法 那这一点 我晓得交通部 目前应该还没有 这个规划 但是应该 我们可以来 做个研究看看 对花莲台东的民众而言 对花莲台东的民众而言 经过一系列的 那个民意的反应之后 花莲台东的民众 普遍都认为 都已经规划好了 环境影响评估也完成了 只剩下筹编一项 现在的氛围是这样 这个是行政院交通部 必须要面对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 虽然当初时空背景 也许很多的说法 跟委员报告了 后来这个九十一 左卫九十一年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了 到后来行政院 整个把它厚住了 这个等于说 这一部分就没有推动 特别是加上后来 整个树花高 整个被翻案翻掉 所以我们后来 想办法是用树花改的方式 做一个突破 所以目前大概我们的进展 大概就是到这个阶段了 以花东快速道路 这样的一个地形来讲 地势来讲 那是跟树花高 完全不一样的了 那是更容易的 这个我想这个不是 就以部场的专业 那个不是问题了 这个绝对不是问题 那有什么艰难选择 也不是 现在不是谈这个 从埔里到花莲 如果是谈那个可能 这个在那几年 也有啊 对不对 以当时的这个整个 整个全台湾的一个交通网路 的一个规划 也包括到 从埔里到花莲 我现在没有谈这个 你如果是谈那个可能就跟树花高 类似的 现在是花莲到台东 没有那个问题 希望院长 部长这边能够慎重的考虑 而能够尽快的来去 筹编预算 来推动 这个还要弄到一条 花东这么卑微 还要我们王委员 还有我们郑天才 来提这个 花东快速公路的条例 哪一条 哪一条高速公路是 哪一条快速公路是 要要卑微到 要制定法律 早上还有委员提到说 为了占票的优惠 票价的优惠 还要定一条 还要修花东地区的发展条例 没有必要 这个是政策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去 当然今天没办法回复 但是这是必然的 因为都没有去思考过 希望今天开始 能够审慎的去考量这个事情 好 接下来 93年的时候 行政院以装款 这个可能要NCC 这个通常会的主委一起来 行政院以装款安装了 共心共叠的 来改善收视不良的地区 总共有75000多付 也确实保障了 民众的这个基本的收视的潜意 101年7月 台湾无线电视 全面的数位化 那是因为通常会 跟人民会 只针对了约5000付 来筹筹经费 来改善这个有关 前面数位化之后 有关收视的问题 以至于有期望付 约期望付 共心共叠的家付 因为通常会的议算 没有办法容纳 因此 如果没有做一个协助的话 就无法收视 对于这样的一个 两亿一千多万 要解决 期望付的 共心共叠的家付的 继续的收视 是不是院长能够 因为通常会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请政务委员 张静福政务委员 是负责这个案 是不是能够再开一个协调 协调主机处 协调主机处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